海洋保护志工团协会执行海保署在地守护计划 今年新增的车举备大法罗普查记录 海管处未成立前南方四岛有众多的车举备 志工队有记录过超过500颗 但如今要在海里见到车举备已经是可遇不可求 根据了解 5月15号海洋志工在西极东南岸济巡查这片海域 三五年前一次巡查随便都可以看到一二十颗 甚至是三五十颗 但如今只有看到三颗而已 数量大幅的减少 冬极海域更是惨不忍睹 至今还看不到一颗车举备和玉兔罗 以前经常是初双入队 出现在这水域蛮多的不知何故都消失了 好我们谈起澎湖的车举备 车举备尤其澎湖是一个岛礁国家 岛礁去秦岛 照理讲这些贝类本来就非常丰富的 车举备当然也是包括贝类之一 我们志工队从一百年开始调查 那时候我们有记录了大概有1000颗左右的车举备 然后大概南方四岛就占了六成以上 如果1000颗的话大概有600颗的 这几倍是在南方四岛看大 但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发现说 它虽然是成立了海南国家公园 照理讲它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结果海南国家公园成立了 它反而被踩到的更严重 比没有成立海洋国家公园的时候更糟糕 这个是怎么回事 因为说以前南方四岛说 我们叫那个湿气烟炊的地方 就是它人口都留外遗了 在那边的都是一些老弱户弩 它们就没什么采取力 所以它对这种生物就不会造成危害 那国家公园设立了促进经济发展 结果有很多年轻人或是轻壮年的人回来了 或是外地的人去那边 因为以前是交通很不方便 所以人家没机会去那边 交通方便 去澎湖人呐 大家都会水性都很好 碰到什么东西 它就会手痒 有想办法把它捕倒掉 这种诱因被刺激起来了 以前是没机会去碰它 在地人不想去碰它 现在是有机会了 交通方便了 澎湖本岛 或是说有一些采集的那些澎湖乡亲 它们有机会去碰到 它们受不了 就想尽办法去把它剃除掉 海洋委员会表示 车举备足数量稀少 在平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列为附入二物种 但目前仅县政府与台东县政府禁止车举备的裁补 少数县市或者是保护区有车举备的管理规范 车举备被人为裁补的行刑是越来越严重 保育界好不容易才推动把车举备纳入的保育 但却常常被有心人士偷偷挖走 版线早该跟上世界保育的脚步 尽踩车举备 所以这几年来尤其这两三年来 因为海管处他们不死亡 所以就造成这种踩到的犯弹 然后我们去看到 到下面就看到车举备 被剃掉 被剃掉 留了竹丝白白的 还在那边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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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还被剃掉没多久 我们前两年发现了蛮多的这种现象 所以现在经过这样 尤其是去年到今年 我们现在东西要再看到一颗 是相当相当困难的 可欲不可求 但是东西是我们之前发现 车级被最多的一个区块 再来是西级 再来是东西以便 现在东西变得最惨 现在要找到一颗是可欲不可求的 西级稍微好一点 因为毕竟那边那人口 现在是整个人都迁移到别的地方 那边是没有人住的 但是呢 去年我们就发现到很多遗传 载着浮潜啊 那个七彩群去浮潜 如果那些人看到这些东西 是不可能留下来的 只要他们碰到 想办法都会回去把它提掉 所以西级的车级被演绎 感觉上是越来越少 少很多 所以如果 如果国家公园 他不把他的 那个 那个国家护育 他的那个政策目标 正正的事情出来的话 其实他就撤掉船了 那是变成海洋的危害 那导引出 把这些人导引出来 所以这个 我们就想过来 其他人说 海洋国家公园 你要存在嘛 就要彻底 那个 施行你的那个 终止目标 如果 终止目标 或是 不能那个执行的话 干脆就撤掉算了 澎湖的车举备 越来越少 而且体型有小型化趋势 因为潮间带的水浅 很容易看到 也因此很容易被偷挖 到此一游的游客 也往往是生态的破坏者 其他各种生物 也都有可能遭到毒手 海保署依据了2021年调查结果 发现我国的海域车举被受到海洋污染 气候变迁 裁补压力 人为活动干扰等等的因素 普遍有成体比例偏低 密度低的情形 族群数量有下降的情形 记者王海龙报道